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对这个计算机存储器进行了概览的介绍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将来学习 计算机的主存储器 以及辅助支柱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存和辅存 主存一般就是指这个内存了 而这个辅存呢 指的就是磁盘 那么这节课我们将来学习内存和磁盘 在学习之前 我们先来思考两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计算机断电的时候 内存的数据会丢失 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计算机断电的时候 磁盘的数据不会丢失呢 那么这两个问题 也是贯穿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学习 就带着这两个问题去学习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主存储器 也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存 第二个部分是辅助存储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磁盘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主存储器 那么对于主存储器呢 相信同学们都有所了解 那么主存储器 它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左边的呢 台式机的内存 右边的呢 一般是这个笔记本的内存 对于主存内存呢 它其实是一种RAM 随机存储存储器 也就是Random Assess Memory 在前面也对这个RAM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它存储的方式呢 是随机存储的 并且它们存储的时间呢 和这个数据的位置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主存 会因为断电而丢失数据呢 这是因为RAM 它是通过电容来存取数据的 它必须每隔一段时间 就刷新一次 刷新呢 需要有电的存在 如果隔一段时间不刷新的话 那么电容里面的电子将会丢失 因此而丢失所有的数据 所以呢 内存在断电的时候 就会丢失所有的数据 对于主存储器 它主要是有以下的这几个部分组成 有这个半导体 存储体 有这个读写电路 驱动器 一码器和这个控制电路 那么这个主存储器 是怎么样跟这个CPU进行交互的呢 对于CPU来说 它里面有一个组存数据寄存器 那么它呢 是通过这个数据总线 和这个读写电路进行连接的 同时呢 在这个CPU里面 还有一个MAR 也就是组存地址寄存器 那么这个部分呢 是通过这个地址总线 和这个内存进行连接的 因为有这个数据总线 和地址总线的存在 CPU呢 就可以通过地址总线 来指定数据的位置 同时通过这个数据总线 来传输相关的数据 而这个组存 与我们操作系统的位数 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平时所说的 32位系统 以及64位系统 那么不同位数的系统 对内存的支持 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这个32位系统呢 它最多只能支持 4GB的内存 这个4GB 等于2到32次方 等于4 乘于2到30次方 也就是说 在32位系统里面 即使加更多的内存 也是没有用的 它最多只能支持 4GB的内存 因为对32位系统来说 它的地址总线 只有32位 所以呢 它的行止范围 最多就是4GB的大小 而对于64位系统呢 它所能支持的内存 就等于 2的64次方 等于2到34次方 乘于2到34次方 等于2到34GB 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值了 因为64位系统 它们的地址总线 有64位 所以呢 它的行止范围呢 就可以有2到34 GB这么大 那么这个呢 就是操作系统位数 与这个组存的关系 了解了组存组器 内存 我们接下来 再来了解 辅助组存组器 也就是我们的磁盘 对于辅助组存组器 磁盘呢 它的内部结构 是这个样子的 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这个 光滑的盘片 那么这个盘片呢 是利用这个磁材料 存储淋移数据的 还有就是这个磁头了 也就是悬臂 这个磁头呢 是可以左右移动的 通过左右移动 来读取 特定磁道里面的信息 这个磁盘 它的立体结构 是这样子的 这里面有好几个术语 包括这个机械壁杆 读写磁头 磁壁 盘片 柱面 散区 还有磁道等等 那么这个盘片呢 就是使用这个磁材料 存储数据的 而这个磁道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 盘片一周的内容 而这个散区呢 可以理解为是 散区道里面 一部分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盘片的平面图 那么这个呢 就可以看作是 盘片的平面图 那么绿色的这一圈呢 我们就称之为 磁道 而这个磁道的一部分 我们就称之为 散区 除了 磁道和散区以外呢 我们平时在描述 一个磁盘的时候呢 我们还关注这个 磁头的位置 来描述 这个磁头 当前是位于 哪一个磁道的 同时 还有这个磁头的方向 比如说这个磁头 是往里走的 还是往外走的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辅助磁组器 磁盘 它的表面是可磁化的 硬磁特性材料 读取数据的方法 就是通过 磁头的尖向运动 来读取 磁道的信息 了解了磁盘的 物理结构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磁盘的调度算法 那么对磁盘的调度算法呢 可以有这个 先来先服务算法 最短行道时间优先算法 扫描算法 也称之为电梯算法 以及这个循环扫描算法 那么为了方便 这里面说法的介绍 我们把最外的这个磁道 称之为第一个磁道 最里面的磁道呢 称之为第五个磁道 我们通过一些例子 来理解这里面的算法 这个例子呢 假设这个磁头 现在位于这个磁道四 并且 磁头的方向是 有理向外的 现在呢 就要读取 142315这几个磁道 我们先来看 第一种算法 它是怎么样去读取 这里面的磁道的 第一个算法 先来先服务算法 那么先来先服务算法呢 就是按照顺序 去访问 进程的磁道读写要求 这个算法也就是说 对于多个读写 磁盘的请求 都会将它排成一个队 谁先来 我就先服务谁 可以说是 粗暴 简单的一个方法了 那么如果使用这个 先来先服务算法 来调度 刚才的这个例子的话 那么将会首先 调度 读取第一个磁道 那么这个时候呢 磁头将会从 第四个磁道 移向第一个磁道 接着呢 将会读取 第四个磁道 然后呢 读取 第二个磁道 接着呢 读取 第三个磁道 然后 按照顺序 再读取 这个第一个磁道 最后呢 再来读取 第五个磁道 那么这一个 就是先来 先服务算法 接下来 第二个算法 最短 行道时间 优先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 它调度的顺序 与这个 磁头 当前的位置 有关系 那么 它将会优先 去访问 离磁头 最近的 这个磁道 我们还是通过 刚才的这个例子 理解这个算法 那么刚才的例子呢 假设这个磁头 是位于这个磁道 式的 并且这个磁道的方向呢 是有理向外的 那么现在 需要读取 142315 这几个磁道 那么按照这个 最短 行道时间 优先算法 将会怎么样 去读取 这里面的磁道呢 首先 将会读取 第四 这个磁道 因为当前呢 磁头就是位于 四 这个磁道的 所以呢 按照最短 时间优先的 这个判断 首先 是读取 这个第四 的这个磁道 接着将会读取 第五 这个磁道 接着呢 读取的下一个磁道呢 可能是第三个磁道 或者是第五个磁道 因为第三个磁道 和第五个磁道 都是第四个磁道的 相邻的磁道 那么这里呢 我们假设 他读取的是 第五个磁道 那么读取的 第五个磁道之后呢 剩下的就只剩下 1231 这几个磁道了 那么按照 最短 行道时间优先的算法 那么下一个磁道呢 将是这个第三的磁道 读完了 第三的这个磁道之后呢 接下来将会读取 第二的这个磁道 最后 才是读取 第一的这个磁道 读取两次 那么这个 就是最短 行道时间优先的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 每次都是找到 当前磁头 最近的这个磁道 去读取相关的内容 接下来来了解 扫描算法 也称之为 电梯算法 那么这个扫描算法呢 因为它的本质上 是跟这个电梯的调度算法 是一致的 所以在这里面也称之为 电梯算法 那么使用这个扫描算法的 调度的话 那么磁头呢 它每次只往一个方向移动 比如说这个磁头 由内往外运动 或者是 由外往内运动 那么它一次呢 只往一个方向运动 这个跟电梯的调度 是一致的 那么电梯呢 它在服务的时候 也是一次只往上运动 或者说一次只往下移动 接着这个扫描算法 它的池头 到达一个方向 所需要服务的镜头之后 才会反方向移动 那么这个呢 跟电梯的调度 也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的例子 如果使用这个扫描算法 去调度的话 它是怎么样子的 刚才的这个例子 假设这个池头呢 是位于这个池道4 并且它的池头方向 是向外的 现在需要读取池道 12315 那么如果使用这个扫描算法呢 它将会首先读取第四个池道 因为池头当前 就是位于第四的这个池道 接着呢 将会读取第三这个池道 因为这个池头是由内往外运动的 所以接下来将会读取第三的这个池道 接着再读取第二的这个池道 还是由内往外的运动 接着是读取第一个池道 接着还是读取第一个池道 接着呢 因为到了一个方向服务的镜头了 所以这个时候 池头反方向运动 由外往内运动 所以这个时候读取第五个池道 那么这个呢 就是使用这个扫描算法 调度所得到的结果 因为这个扫描算法 它其实并不公平 所以呢 在这个扫描算法的基础上 就提出了这个循环扫描算法 这个循环扫描算法 与这个扫描算法不一样的是 这个循环扫描算法 它读取的时候 只往一个方向读取 由内往外读取 或者是由外往内读取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假设 这个循环扫描算法 由外往内读取 那么这个时候 它读取刚才的例子的话 将会首先读取第四的这个池道 接着由外往内 将会读取第五个池道 到了第五个池道 就到了尽头了 因此呢 将会把这个池头 移动到第一个池道里面 所以接下来将会读取第一个池道 接着是第一个池道 然后呢 是第二个池道 最后是这个第三的这个池道 那么这一个就是使用这个 循环扫描算法 所调度的时候得到的结果 这个循环扫描算法 它相对这个扫描算法 它就会比较公平 在这里面需要区分的是 循环扫描算法 它读取呢 只能往一个方向去读取 而这个扫描算法呢 它读取的时候 可以两个方向的读取 好的 那么这一个就是循环扫描算法 最后简单的总结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有两个部分 分别是这个主储主器 以及这个辅助储主器 在主储主器的部分 我们介绍了 主储主器 为什么在掉电的时候 会丢失所有的数据 以及这个主存内存的主要结构 接着在第二个部分 我们了解了磁盘的物理结构 以及磁盘的一些调度的算法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